楊春子幫江超 找了一個叫月兒的女人結婚 瞞過了家裡 本以為 這是他們新生活的開始 沒想到 卻走到了終點 江超 張哲 你能來醫院嗎 淳子 沒了 從樓上跳下去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們不是已經好好的了嗎 我結婚那天 喝多了 就跟那個女孩做了 結果她就懷孕了 非要來北京跟我一起過 我沒辦法 就帶著她 一起住到春子家裡了 你說什麼 不是假結婚嗎 你竟然考慮說春子的感受嗎 我 我知道我對不起春子 我給她道歉了 她也原諒我了 就沒告訴你 可誰知道 昨天我去上院 昨天我去上院 不知道為什麼 這女孩跟春子吵架 說了幾句難聽的話 春子受不住 她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你沒有說 我沒有說 那女孩現在在哪兒 你讓她給我控告 我要让他成病 我要让他死 你有用啊 你把我弄死 把那女孩弄死 有用 群泽已经死了 说不过来了 谈了个恋爱 枯树开花 玩玩呗 你说 处为好玩吗 是死是活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这一次再分手 我就孤独终老了 我都不敢往下看 恐高 你猜我刚才想什么呢 我就想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一了百两 你不觉得人活着特他们没意思吗 追求什么呢 性高采烈什么难 到最后不就是一死吗 坚强点 我在火车上 明早就过去喂你 我 我好想你 你为什么不认识 你为什么不和我结婚 你为什么不和我结婚 在做饭 吃呀 我做给你吃吧 不用 我做给你吃吧 就差一个小料了 马上就好 不着急 不用 我自己会包 我自己会包 你不弄下线的吗 不用 你们有必要什么都追求完美 其实味道没什么区别 不是吗 是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吃法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 火言乱语 别介意啊 不会 那天我跑去医院 乱说遗弃 你也别太在意 如果一个人 可以活到六十岁 那这六十年里 开心与难过如何分配 我不知道 但这一秒钟 时间仿佛定格 我参加了杨春子的葬礼 才知道她的本名叫杨春 因为像女孩 从小被家人当作怪胎 没得到过什么爱 所以对所有的情感 都充满了绝望 后来鸡米找过我 我也知道了很多 曾经不知道的事 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跟张楠 其实就是在这张床上 什么都没有 其实你心里早就已经很清楚 你跟张楠的感情是有裂痕的吧 有没有我 你们都会分手 两个相互寄生的人 以为在一起就能得到永远吗 你们根本连完整的人格都没有 告诉你吧 我马上就要走了 去加拿大 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 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 而你的张楠 根本就不在我的计划内 你一定特别想知道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吧 我告诉你 我从小是个孤儿 是我舅舅把我养大的 但是我舅妈特别不喜欢我 总给我脸色看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表妹有一只兔子 白色的 眼睛红红的 特别可爱 有一次我妹妹在玩儿她的时候 我也想凑过去看一下 可是当我一凑过去的时候 我妹妹突然 哇的一下就哭了 我舅妈听到了之后 冲过来对我就是甩了几个耳光 当天晚上 我在全家人都睡着的时候 偷偷用剪刀把兔子的头给嚼下来了 然后我把它放在我妹妹的床头柜上 第二天早上 等我妹妹醒来的时候 我听到她的尖叫声 我觉得特别开心 从那之后 我就被赶出了家门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没有饭吃 我那时候才十三岁 十三岁 在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快要饿死的时候 我舅舅突然出现了 他带我去吃烤肉 带我去住宾馆 我觉得特别幸福 那天晚上我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睡着了 半夜的时候 我感觉有人压着我 我醒了 我救救他 我又在我家里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又在我家里了 从那以后 我舅舅不但 经常 还会陆续带别的男人回家一起 我那个时候才十三岁啊 你十三岁的时候才干什么呢 后来我心里有了一个念头 我一定要离开那座城市 所以我特别努力地学习 努力地考到北京 当我收拾我自己的行李和钱的时候 我舅舅又出现了 他扯着我的头发把我扔到地上 用他的臭脚踩着我的头 对我说 没有我 你早就饿死了 没有我你能考上大学吗 我舅舅笑得特别鄙视 他特别认真地跟我说 张哲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感情是靠谱的 只有交易是真的 只有钱是真的 什么爱情啊 友情啊 亲情啊 全是狗屁 张哲 你不用惊讶 没听错 没有 我的本名也叫张哲 来了北京之后 我给自己改名叫Jimmy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损得张男了吧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张哲的人会获得幸福 那么这个人必须是我 一定得是我 你养过鱼吗 我很喜欢养鱼 不是因为他们长得有多漂亮 而是我喜欢把不同的鱼 放在同一个鱼缸里 看他们谁能活到最后 张哲啊 有件事 我得跟你说成抱歉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跟你说的所有的话 全部都是我瞎编的 我当时只是想试一试 看你这个人有多好对付 可是 你太不堪一击了 你就好像是 被放在鱼缸里 难以适应环境而死去的鱼 你一定会比其他的鱼先死的 也许我在鱼缸里死了 但我可能会在江河湖海里活过来 你到现在还想狡辩吗 你觉得你跟张南真的了解彼此吗 你想过吗 你们两个能在一起一辈子吗 就算你想过 也是失去他之后才想的吧 啊 回答我呀 你答不出来 对不对 张哲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态啊 对 对 我试下地狱了 可是张哲 你觉得你又离地狱远吗 我觉得你不应该恨我 甚至应该对我说一声 谢谢 是我 是我帮助了你们 找到了独立的自我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吧 拥有不同人生的两个张哲 我 好自为之吧 张哲 张南其实一直都在攒钱 他说他想在北京买一所大房子 跟你一起住到老 你说这个想法 多恶心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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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 有没有人在威胁我 也没有什么 挡在我和张哲之间 但是 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张楠 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很平凡 你看 这世界多大呀 我们多喜欢 世界很大 真的很大 若我向左 张先生向右 也许这辈子 就这么过去了 两个人再也没有机会见他 想想真是可怕 你说 我们十年后 还会不会在一起发生 张先生和张先生的小说 要到尾声了 小说都是虚构的 当小说的进展 追上生活的进展时 我应该怎么选择 写一个大团圆的结尾 还是让小说像生活一样 有太多的无奈 太多的未知 太多的不完美 太多的回不去 我应该怎么选择 打开我 好 我应该怎么选择 谢谢 谢谢 之前的杯子不是碎了吗 这是我的杯子 眼睛摘下来吧 没关系 想来跟你道个别 只是没想到见了你以后 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跟我什么都能说 经历了那么多 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偏执 我以为你会需要我一直照顾你 我以为你没了我连下都不会播 我太自欺欺人 我骗我爸让他觉得我孝顺 我骗你让你觉得我忠诚 我骗朋友让他们觉得我幸福 其实还是我自己太懦弱 我不敢对抗机密 我不敢对抗我老爸 甚至不敢对抗 我还爱你的现实 都过去了 我还给你 好 谢谢 真不是小孩子了 长大了 是啊 但是我永远比你小一岁 你这个大叔老头子 你这个大叔老头子 我赚的钱只给你一个人花 反正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只要我在 厨房里东西就不用你碰 我要是不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还跟你在一起干嘛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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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我以前也跟你说过 我对你 不是我儿 如果有一天 真的撑不住了 那就结婚去吧 你爱不爱我 我爱你 咱们去国外结婚吧 我想跟你结婚 我 我们逃走吧 对不起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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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女儿叫小川 川 川 叫叔叔 叔叔 我带他来看看春子 你放心 我马上就走 不会打扰你们太久 没事 一起吧 一起陪春子待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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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摆什么 风水阵 你不懂 像我这样的人 要是不摆阵 男人是不会留在身边的 出来吃饭吧 你和月儿还在一起吗 再见 凤凰这过败 你当年写的那部小说 害苦了多少人呀 写到快结局的时候 就不写了 人也不见了 你觉不觉得 有时候没有结局 反而才是最好的结局 这样 可以永远生活在一个通往未知的过程中 永远充满着可能性 感谢观看 张南 张哲 张哲